美国监听盟友不可接受 监听全球更不可容忍 美国一直是公认的全球头号 窃密大户 其窃密手段五花八门 包括利用模拟手机基站信号 接入手机盗取数据 操控手机应用程序 侵入云服务器 通过海底光源进行窃密 在美国近100所驻外使领馆内 安装监听设备 对驻在国进行窃密等等 日前媒体披露的 美国对欧洲盟友进行监听 不过是美国庞大的 全球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 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长期以来 美国一方面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 肆无忌惮地 对世界进行大规模 无差别的窃听窃密 一方面又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 对他国合法经营的企业 进行无理打压 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伪面 和霸权本质 到底是谁在窃取信息 又是谁在构成威胁 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美国提出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 就是为了巩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 为其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窃密活动 打开方便之门 这样的清洁网络计划 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受美国控制的监听网络呢 美国应当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 窃听窃密的恶劣行径 停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打压他国企业的肮脏勾当 还世界一个公道